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多商户掉入了悬崖低谷 旅游 饮食 互联网 医药行业衰落 市场的营销指数让商家一落千丈 有些物品提高物价保障不了质量 有些产品反复的去尝试却得不到良好的反馈 一路下跌 所以说不景气的现象曾多次的烦扰商家的心 2020电商带货直播新物料上新 买了就有收益等活动 看花了人们的双眼 商家的眼界随着新型营销手段的启动 多元化 市场化 人性化 开小灶是首个电商快销食品取得成就的门户 他积极融入到年轻人的世界 善于借鉴和情感口碑式的销售 热米饭的质量线上线下双运作 递结了一个新纪元 相信买过小灶热米饭的朋友 都知道小灶肖战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 今年肖战被网爆 小灶身陷其中 直黑各路傻黑没放过 小灶身陷其中 直黑各路傻黑都没放过 小灶用不离不弃 多次帮战战取得了线上上卫式的机会 把自己品牌创建了特殊的荣誉 两个人的感情呢 也在一次次的代言 一场场的物料更新当中更加深了 大火小王子肖战 他是代言界的福星 肖战这个183的大男孩 亲和力十足 说话温柔 谦虚虚心 对于粉丝真诚 当加入代言领域 能力提升 意其绝尘一路受尽 只身闯入娱乐圈 冒险闯关 陈行令为他积攒了国内外粉丝 代言各类产品几乎一扫而空 为何能这么强呢 小行和大家分析一下 大火小王子 大略是今年年初网友们起的称谓 不论卖了多少 销售额多少 他没四处的炫耀 谦逊的去面对数据 大火能力的强悍 从侧面反映了一位艺人的销售潜力 他的态度诚恳 他的处事方式果断理智 像百威猛牛真果利小鹿茶 从头到尾与开小灶一模一样 不换代言人 他们的目标就是占取市场知名度 利用肖战开启潜在客户 挖掘出背后的巨大的隐形财富 双方能够获取利润达到质的飞跃 称他为大火小王子 我想每次代言产品 上架之后呢 不到一天内卖空 记得不 北京日报访堂报纸 一天内三万份 一个传统媒体 想遇到这么大的恩惠 已经不是简单的带货能力 而是整个实体行业的摇钱树 销战为何能够让商家眼馋 除去本身魅力 我觉得有三点 一般来说呢 资本资源共享时代 好代言人是产品推销的基础 销战即颜值帅气与一铁 符合代言气质 落对行业都想抢走 商业化时代 一个上市企业 应将销量不好的实体 如果碰不上好代货达人 等于说掉进了泥缸 再无翻身之地 打不了胜仗 销战遭受到眼馋 商家们先后想夺的这一碗流量 第一呢 利用他带货让行业复兴 可惜现状啊 战战当下是不会随便接 不可靠的代言的 诸如猛牛直播那一类人 有的商户恶行呢 是被惯养的 第二 销战在R7事件当中 看透了一些事 也成长为一个真正的 有担当的男孩 且不可能被丰厚的利润所打动 大言品牌圈 如开小灶啊 百味名气 口碑 微信于一体的是少之又少 第三 他们打听不到肖战的爱好 平日里干的一些事 想利用成功营销点离开小灶 却了解到一个事实 一味的模仿 模式化的营销 故步自封 随着创新手段的改良 任由命运的摆布 然而吃不到葡萄 受葡萄酸的中小型 大型企业暗地难受 自查苦果 实际上呢 小灶也没对 肖战三顾茅庐 他们互相信任 互相陪伴 小韩认为 一个良心的代言人 要时刻地给一人心灵上了支持 小灶在这一点 赢了所有唱衰肖战的品牌 梦想有千万种 有人为行情 有人用指明灯照亮方向 有人用爱谱写光芒 有人用幸福的火焰 鼓励他人 肖战呢 他总是用光的影子 守护着每一位小飞侠 他偷偷地努力 静静地发光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